在國平裡走透透拜訪民眾 自告泛勇要代表民進黨投入里長選舉 王柏群卻被指控 領有統促黨顧問證書 這樣的行為是臥底啊 就是張照片 王柏群和統促黨總裁張安樂的合照 還有標記者統一促進黨 決民黨部顧問的聘書 王柏群被質疑 根本就是統促黨的身份 怎麼能夠批向民進黨的旗幟來競選 一張張穿著民進黨參選人服飾的照片 格外諷刺 秀出自己的入黨申請書 表示當初認為僅有加入宗教黨 所以有寶貝 但是統促黨的顧問 單純只是朋友間的幫忙 而且他不只跟張安樂合照 還有跟其他政治名人拍照 並沒有特殊交情 還沒有選舉就被稱為臨長 王柏群所投入的 柏平民有八千多位的選民 現在的臨長是五黨籍 上一次擊敗了老臨長當選 這一次還要選連任 而王柏群代表民進黨 其實二零一六年的五月 他就加入了民進黨 但是二零一九和張安樂合照 二零二零年當統促黨顧問 中間因為位繳民進黨黨費 今年初再重新加入民進黨 也表達了參選意願 而這樣的轉折 也被質疑適合代表民進黨嗎 王柏群的身份問題 黨部和黨中央會進行調查 如果確實是其他政黨的黨員 或協助行政工作 民進黨會撤除徵召 如此一來恐怕會讓二選一的 離獎選舉競爭更激烈 三立新聞 王少爺祝榮 台南報導